接著來關心就在新店河畔守護碧潭水域空間 超過40年的碧潭宴 經過多次好雨 颱風衝突破壞之後 現在是殘破不堪 為了要修復新北市的水利局 在碧潭宴進行環境改造工程 也把上游的水域增加更多的休息空間 還有多種的水上活動 新北市長侯友宜親自主持動土典禮 祈求新店碧潭宴改造工程能順利完成 因為碧潭宴守護碧潭水域40年之久 歷經多次的好雨颱風侵襲 早已破壞不堪 為此新北市水利局與交通部觀光局 和經濟部水利署 共同斥資四億八千萬元 改造更友善的水域空間 透過景觀水域環境 串聯新店西的自然生態 改造後的碧潭宴將更具教育意義 同時也能吸引更多觀光人潮 碧潭宴工程浩大 預計八百天的改造工程 將在一百一十一年完工 屆時新店西畔將再次綻放 擦輛在地招牌地標 記者綜合報導